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片片市兰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9号 我现在是在安徽的湖外一边 这边风好大呀 昨天开了差不多300多公里 卸货在淮南市的龙湖公园附近 然后我就开车到这个淮河边上 然后我车子昨天停在淮河边上的一个停车场 这边停了好多车子 然后我昨天就在这边睡了一个晚上 这边风景真的超级好 然后也很暖和进入这边 这边的单子都是受限到各个地方的 这淮南市区里面没单子呀 今天一早上也没看到往合肥方向的 昨天晚上有几个到合肥方向的 都是拉草莓的 他们要货运版的车子 然后我车子不是货运的 就不太行 我看这个单子到哪里的 反方向的我就不接了 我只接往上海方向的单子 不走反方向了 然后昨天到这里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在卸货的那个地方 买了点吃的 然后带过来 在这个淮河边上吃的 昨天因为太晚了 然后这边也比较黑 所以也就没有拍视频 没有直播 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就知道这里的风景超级美呀 所以今天早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的风景吧 淮南市的田家安区 然后这里是田家安的海市码头 我就在这里 这淮河边上这个码头 我昨天卸货 就在这个龙湖公园附近卸的货 所以我就开车到这边 淮河边上 这边有个停车场 我就沿着这个淮河路 这边一条路 然后一直往这边走 看到有这样一个停车场 我就开进来了 昨天这里好热闹啊 广场上有很多人 在这跳广场舞 这就是淮河了 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淮河上有很多货轮啊 这货轮也不知道 拉的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在淮河边上生活的人啊 有谁知道 这货轮上拉的都是啥 这里真的非常舒服啊 可能也是春天嘛 最舒服的季节 很暖和 很就是不冷不热的一个天气啊 非常舒适 你看这种小船 也可以在这里捞鱼吧 这淮河里面应该有很多鱼吧 你看 这边就是天嘉安的海事码头 这边有一个碑机 叫淮河 有点反观看不太清楚 淮南市城市防洪工作碑机 淮南断 禁止一介不牢吹钓 不允许钓鱼的 买单子啦 要货轮满的 哪有货轮满的吗 要货轮满的干啥 这又没有去到哪里去 都是在淮南市区里面 要什么货轮满的吗 看这艘大轮轮好大呀 这里风景真的超级美 刚刚大家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也就离开了 淮南的粉丝朋友们再见 回来了 收拾一下准备离开了 昨天在这个码头附近睡觉 真的非常舒服 我昨天晚上在上菜的时候 睡觉就是盖一个被子 还要上面盖个羽绒服 到淮南这边的话 就盖一个薄被子 昨天我感觉还有点热呢 所以你看南方的天气 和北方的天气相差的 有十来度 相差了300多公里 我昨天开了300多公里 然后今天继续往南 看看能接到哪里的火 反正边走边接火 咱就一路去上海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长安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